十分钟后 张飞再次种鱼 从那吃力的驳鱼动作和肝肩弯弓的程度上看 便可判断 这位渔获不小 这位会不会是我们寻觅的大体型雕刻 我们刚刚来到这个雕点 这个是一个牌 三杰蛙 一个牌上面的羊蛮好密密麻麻的 现在它流水就从这面 流向这面 我们要面向这边做雕 刚刚看到前面有一位钓友 也是这样 那边他也过来 他比我们还早 就是说看我们今天的收获吧 这里应该有一点一点点惊喜 早上7点20分 我们来到今天做钓的第一个钓点 一个位于海湾内湾口的鱼排附近为止 刚一到钓点就遇见一同前来做钓的钓友张飞 也于此次船机做钓 主要以打窝巨鱼的方式控制鱼群 因此在相差较小的范围内出现两个钓点 不利于巨鱼效果 所以老六决定将船开到和钓友张飞同一个位置打窝做钓 一球一同引出多藏在周边鱼排水下的各种雕刻鱼类 现在我准备是打窝料 打窝料之一 我们张将的船机最基本的钓法 打窝料就是打流头 钓流尾 所谓打流头 钓流尾 意思是将窝料打在流水上游 而做掉选择在流水下游 关键要领是根据流水的流速 决定流头和流尾之间的距离 我刚才试了一下飘 流水不是很紧 这样可以 非常理想的那种流水的调都可以的 今天我打窝料就不打那么远 因为今天流水不止人家 我打在船的船面 船机窝料相比焦机窝料在配比有所不同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附加配料上 焦机一般只用砖粉按比例搅拌使用 而船机窝料则更注重固窝控鱼效果 因此 在主要的砖粉用料基础之上 还会加入一些玉米粉 面粉 虾粉等 目的就是在流水的作用下 使得窝料既能漂流远处吸引周边鱼群 又能将吸引过来的鱼群 控制在固定的吊棚内不散 所以一旦有鱼窑口便会持续不断种的鱼火 左高中的鱼河 左高中的鱼杢 右高中的鱼杆 在打窝巨鱼不到半个小时后 张飞率先种得一尾鱼 钓上来看是因为较小的黄鳍雕 可是它种得渔获的位置与海洋战士不同 它选择在更靠近流水下游的位置 这样的选择会给它带来更好的浴霍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也就是演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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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好处是把那里都集中在前面 准确把握流水是船机做掉的关键 由于该区域流水稍微较快 所以之前打下的窝料都顺水流向较远的流尾位置 此时在船后方打下炸弹 也是为了将前方鱼群吸引过来 那么这样做会有好的效果吗 10分钟后张飞再次种鱼 从它吃力的驳鱼动作和干尖弯弓的程度上看 便可判断这位鱼货不小 这位会不会是我们寻觅的大体型雕刻鱼类呢 大概看起来有一斤半就有 这个钓场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大的了 而且这就继续的时候 刚刚做于什么感觉 结果看你真的连杆 有点手感 有点爆发力 因为这个钓场一般是弯掉小一点的 这么大的很少的 差点跑掉了 上午八点半开始做钓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一位一斤半重的黄旗雕种货 这无疑是让人为之兴奋的 相比昨日流沙调场 这里似乎更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当时动了第一尾的黄旗雕的时候 那瓢呢是以星星拉动了一下 这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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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雕 嗯黑雕可以 哦这树黄旗雕 这可以的 可以 等一会它就发力发力像那个好牌里面装 我记住它是大鱼了 哎呀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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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哦这树黄旗雕黄旗雕就可以了 就在张飞放下鱼货的同时 一直在加大窝料又鱼力度的老六 此时也传来令人欣喜的种鱼信号 那这可以 哇又是大的 嘿嘿又是大的 可以 我们现在已经洗锅了 慢慢慢慢把那个鱼 后面的鱼引到星明来 那就现在的钓后钓框呢 就今天这个钓点呢 比昨天那个钓点理想多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目的鱼呢 是没问题的 这里的鱼好像现在钓起来的 那体型也是可以的 还是比较满意的 由于之前加大的打握力度 此时鱼群已经被吸引过来 所以按照一般经验 种得第一尾鱼活后 接下来便会出现连续种鱼的可能 再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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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一口 冬里的吊伞我写数第二次来 听他们说 听打电话问几个钓摇 说这两天的疫情都不错 六十月非常漂亮 当老六连续连竿起尾终于之后 一直耐心诱鱼的阿周 也迎来了自己开竿的鱼获 今天是我算的第一尾 那个黄旗钓 我们当地人叫做黄旗钓 应该慢慢有起步了 黄旗钓是一种海产暖水性 浅海浸暗鱼类 其生存温度为9.5到35摄氏度 成鱼可抵御2摄氏度的低温 和35摄氏度的高温 摄氏强度以水温24摄氏度以上最佳 此时大家也抓紧这个最佳窗口漆做掉 以求更大体型目标于出水 下到位置的时候 让它慢慢飘远 要把它飘好 因为我们用的浮游机用的线是浮水线 线要跟那个飘同步 马上终于 走过了 绝逃离